人活这一辈子,不要总想着以自己的血肉之躯,去温暖和照亮所有人,这不现实,因为不一定所有人都想要和你交好,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领行你的好,时间久了,还可能因为你的无限释放的善意和退让,习惯了你的低姿态,对你生出很多无理要求。 也不要总想着对所有人一样好,这不公平,因为很多时候,我们只有区别对待,才能不让那些在乎我们和懂得知根图报的人含心。 值得的人,我们就对他们更好一点,不值得的人,过往的一切就算了。 但是从今以后不会再傻乎乎的去交付自己的真心,付出也要遇上对的人,否则只是徒劳。 从今天开始,只对两种人好就够了。 01 愿意对你好的人,这社会太纷繁复杂,人心都很难测,过去的路上你可能遇到过很多人,但真正希望你过得好的人其实很少,愿意对你好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。 一个对你好的人,愿意陪你一起分担生命中的风风雨雨,你需要他的时候,他都在,不会让你觉得孤独无助。 一个对你好的人,是全心全意的希望你过得幸福,对你没有心急和算气,不会让你在和他相处时觉得累。 一个对你好的人,总是处处为你着想,默默为你付出,却很少对你有什么要求,舍不得让你为难。 这样的人也许是你的亲人,爱人和朋友,但是不管是谁,他是真的在乎你,当然也值得你倾心相待。 令而珍惜你的好的人,生活里总有一些人不懂得感恩,总是把你对他的好当作心理所当然,你为他做了一把件事,又一件事没做好,他就把前面那九十九件的好的忘了,对你心生怨恨。 而珍惜你的好的人,知道这世上没有谁有义务对谁好,所以你对他所有的好,他都一一一记在心里,有机会一定会报答于你。 你在他困难的时候拉过他一把,哪怕只是很小的忙,他也念着你的好,那天你需要他他把手的时候,他一定不会有半点推辞。 你平时比较关照他,哪怕只是举手之劳,他也感恩于你,心里跟你很亲近,力求也都为你做点事。 总之,你对他的好,哪怕你从来没有指望过会有回报,也从来不会白费。 感情本来就应该是你来我往的,他珍惜你的好,感恩你的好,回应你的好,当然值得你珍惜以待。 03付出,也得遇上对的人,还记得那个一个瓶子的故事吗? 若是一只瓶子,装满较感情的液体,我救过一条远远一息的金鱼,但我忘了,金鱼的记忆只有几秒,直到放走他的那天,后来我遇见了小海绵,烈狱下的他被烤成紧巴巴的一团,我救了他,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。 可是我知道,朋友绝对不是一位索取,在我最困难的时候,是闲人球先生一直陪着我,我一无反顾的跟着他,来到他的家乡,山末。 可是,我渐渐发现,我是弱生命的东西,是他不需要的。 不需要,也就不重要了吧。 我一直在想,如果命运早点安排冰糖先生出现该多好,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,都会是甜甜的吧? 只是,此刻的我才明白,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最好的人,而是,当你遇见更好的人时,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。 感情是一号品,只愿你,把最好的自己,留给对的人。 其实,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瓶子,付出,也得遇到对的人,应该是爱一个能带给你动力的人,而不是能让你筋疲力竭的人。 就像刘诗诗和吴奇隆,我在你身后,你左右,一举一动都为你着想。 就像陈小春和英才儿,我在闹,他在笑,就像蔡少芬和张景,我很棒,因为我的老婆是蔡少芬,因为懂得,因为是对的人,所有的付出和爱财,都有了最恰当的归宿。 过去,我们总是天真的以为,真心能换来真心,于是掏心掏肺的对所有人好,结果往往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才发现,原来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对他好。 一个人的温暖是有限的,一点也不能浪费,从今以后,你只需要对这两种人好就够了,愿你在这么漫长的时光里,对不起别人对你所有的好,付出的所有好也都是值得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